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论演技和扮相 在开场就很吸睛 让人眼前一亮 不可否认两个一模一样的角色穿插出现 很容易让大家看得云里雾里 但陈晓云却将提栏子三全然展示了出来 网友代入感极深 当然 徐开诚和陈晓云这对CP甜分十足 隔着屏幕都羡慕徐开诚的演技又进步了 眼神很带感 扮演的地序又风又专情 近日 杨逆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 他表示 胡珠夫人这部剧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自己身边许多小伙伴现在也是加入互动阵营 调侃起剧中角色来更是个个精准 哈哈哈哈 随后 杨逆坦言 胡珠夫人昨天更新后 自己是忍不住问徐开诚陈晓云 拜托他们下次帮我客车拍戏 但被老人给拒绝了 对此大家八卦 而杨逆调侃 陈晓云说 现在被打入冷宫 是个乖宝宝 而徐开诚说 现在烦死了 没心情搞失业 他们甚至还让我发红包买奶茶 下次就会考虑一丢丢 哈哈哈哈 这原因也是笑掉大牙 如今 徐开诚陈晓云借着出演胡珠夫人再次被人了解 希望他们能给大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话又说回来 随着剧情不断升温 真的有被陈晓云虐到 必须对提栏好一点吧